小賴 讓我們歡迎小賴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賴賴彥均 No more fake hair No more smiling with no heart 完美不是最美的模樣 這首單曲叫做 Perfect Clown 然後這首歌其實是獻給我自己的 然後我也想要獻給所有可能 曾經在迷惘過或是正在迷惘中的人 就是因為很多人一定會在某個時期很不喜歡自己 然後很討厭可能當下的任何的狀況 這首歌是我也曾經討厭過 那我現在是走過來再回頭看我那時候討厭的自己 我才發現其實也還好 那你覺得你這個中間有轉變嗎 是心態的轉變還是外型上面的轉變 你知道我那時候最討厭自己在演藝圈的時候 就是韓國瑜那陣子 那個我很喜歡啊 對可是因為那陣子是我真的面臨到 瓶頸 我最討厭自己的狀況 沒有因為其實那個還 我沒有說那個表演不好 那表演很好 可是因為其實在那陣子我其實是我發歌的宣傳器 然後後來我做了韓國瑜的表演非常受歡迎 然後導致我後來去宣傳我的歌的時候 沒有人把我的歌當成一回事 或者甚至是在我宣傳的過程當中 可能我反正我記得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我那時候去某個節目嘛 然後反正就是要一個布幕拉起來 然後要在背後宣傳 然後如果OK的話 還可以升起來 然後因為當時其他都是唱片公司派來的宣傳 那只有我是可能大家比較常見的 然後後來反正那時候製作人就說 欸小賴我們一定要做一個效果 要坐在你身上 只能坐在你身上 我就說什麼意思 他就說那就是你今天就不會出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可是我也是零宣傳費欸 對啊 然後就說但沒有辦法 替託替託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也真的 我能說什麼 我也沒辦法說什麼 所以那一集 這個很值得 連我都憤怒了 對然後我就那一集我真的完全沒有出來 然後我也沒有 就是只有在幕後講我的事情都 我就退場 所以那一集我很像沒有來錄影你知道嗎 然後我也是零宣傳費 所以那陣子我就覺得 原來我辛苦那麼久 我想要發一個我喜歡的作品 得到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開始很討厭 我上節目的一切 就從那件事情開始 我後面接了非常多通告 我都是覺得我到底在幹嘛 就是我原來大家喜歡看我 就醒了對不對 搞笑半醜 可是卻沒有想要認真聽 我真的醒了 我真的醒了 我開始討厭這一切 就是我甚至把自己在有一個時期 把所有的綜藝通告全部都退掉 我不接 就是我真的不接 然後我只是想要讓自己冷靜一下 我想要自己看的不能 再讓大家看到我其實不是這樣子 因為好像大家一直誤會是 我很喜歡女裝啊 我很喜歡被打 我很喜歡被嘲笑啊 因為我在節目我只能笑嘛 我總不能在節目上大發脾氣吧 所以很多觀眾都覺得 你就是這樣 你後來還是有發脾氣啊 很後來 很後來 但前期真的只能笑啊 對 然後什麼你視察一定是女裝什麼的 你看我真的沒有很愛 所以大家一直對我很多誤解 所以後來我就不接了 然後我就覺得我一直在等一個 我能夠轉換的時候 其實就是只是想要 好好的把你喜歡的表演 讓大家知道 你其實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 可是當下可能也沒有機會是 讓我去展現那一部分 對 因為我覺得大家就會有一個 很奇怪的點是 你常在綜藝節目上表現 那你唱歌 我就是想笑 看到你的臉 我就是想笑 我沒出聲 我就是想笑 所以就是一個很 先入為主的概念 但這個也算是很天然的觀眾緣 就是大家是 覺得你很討喜 也是喜歡 我覺得這樣轉換 會不會比較舒服一點 有一陣子真的是 憎恨別人叫我諧星耶 我已經到討厭了 就是 那 那諺星可以嗎 諺星可以 沒有 我現在可以 我現在可以啦 但是當時我也會震撼 諺星或是女裝小賴 就之前詞我都想要衝衝拔開 因為我那時候被 比如說很蕊通告說 那我們歡迎諺星小賴 或是綜藝咖 我都會說 可以幫我把前面那個兩個詞 你不會打 然後這時候大家就會說 幹嘛耍大牌 什麼的對不對 但我寧願被冠上耍大牌 你也不要叫我諧星 當時我已經是抗拒到這個程度 但我覺得這個是 每一個很多在上過綜藝 或是上過主持的人的一個必經之路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們一開始剛出道的時候 我們真的沒有資格去取捨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來了就去 來了就去 因為我們要錢嘛 我們要生活 但一開始其實我是唱跳比賽出來 所以我一直以為 我能順利的發片 因為我也得了名了嘛 然後後來 反正進公司之後 因為其實那時候環境也不是很景氣 然後所以只是 當時的公司就丟了一句話說 欸你蠻好笑的欸 你去試試看綜藝節目 但當時我當然覺得 欸有心的不拔 但這是天分啊 但我覺得這是天分 對 沒有人可以取代的天分 是這樣講沒錯 那起初真的我很開心 我真的覺得 哇大家認識我了 然後覺得我是一個有趣的人 然後走著走著 四五年就過了 就瘋了 就到後面 而且我真的覺得 欸蛤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覺得這個知名度也累積差不多 我想要出作品 然後就發生後面這一連串的事情 老實說如果我覺得沒有綜藝的那段經歷 就不會有現在的 這就是加上來的 對所以我現在變成的心態是 我當時討厭嘛 那我如果現在到現在這個 可以出歌的位子的時候 我再回去看那些 我其實是感謝的 就是如果沒有接你那些 我真的我也走不到這 對而且你反應也不會那麼快 你懂嗎 就是這些都是訓練來的 對所以其實 我想跟大家講 如果你們正在 可能在那個討厭的時期 你真的你可以抽離一下 然後就用一個局外人的角色 去看一下當時的自己 或是現在現在自己 你可能會獲得一種 很不一樣的想法 或是觀念 因為這次這首歌 其實也寫了很多類似這些歌詞 在這首歌裡面 沒錯 所以你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句 就是第二次組歌的第一句 就是我在那個錄音市場 是累了吧 然後什麼 然後就哭了 大哭欸 你整個MV我看到 我只看到一個蕭伯 我就一直哭 不是我說蕭伯一直哭就算 然後風還超大 為什麼要選去海邊 然後那個沙這樣吃的滿口 我跟你講有原因的 很辛苦欸 其實我一開始跟你想的一樣 就是我妝髮好了 然後你選 導演選了一個海邊 然後整個 然後就吹起來 然後我就 因為我下意識 你後來是不是也放棄了 對因為導演跟我說一句話 我就說欸 對耶 因為我其實我一開始拍 我下意識就會一直盪 一直盪 然後風來我就這樣 好要翻欸 然後後來導演就說 你這首歌就是要接受你的不完美 所以你吹起來非常合理 那我就說 那你就接受 對耶我還在那邊 給我完美的一面幹嘛 我就後面讓他吹 隨便 然後也沒有補妝了 也沒有 就頂個波紗子 而且我覺得你人格分裂很嚴重 因為你在前面出的那個 Welcome to my paradise 對 就是很有自信很驕傲 然後後來又把自己變得很脆弱 你就是人格分裂很嚴重 但這就是你真實人生在上演的故事 對不對 就是你出門 你就是偽裝自己 對 回到家其實你真的就是 有很脆弱的那一面 因為我覺得 再光鮮亮麗的人 或是再樂觀的人 我自己理解啦 我認為這些人的黑暗面其實更大 只是他 把他隱藏起來 因為 像我以前一樣 我真的 我以前在 錄綜藝節目的時候 我習慣開心嘛 我就算 有任何的不爽 我失戀 就先丟掉 我還是上台 被打完了 中間 你剛剛講說失戀 我有聽到Keyword 喔喔喔喔喔 談戀愛 中間 喔中間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八年都單身 就中間還是會有戀愛 所以現在是 現在是單身 喔單身的狀態 欸剛才把他聊完了是不是 那你的摺偶 因為大家一直誤會說 這也超簡單喔 不是 因為現在大家一直誤會說 你以為你簽了那個新的藝人 是 你喜歡的那個樣子 我剛剛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覺得 對 但其實不是 對 那你要不要解約 欸我跟你講 因為其實我 我比較不會跟自己喜歡的人 就是一起工作 因為我工作是一個很 的人 我工作非常無敵嚴格 就甚至大家都覺得我有 瘋狂的控制於 就工作來說 對於 所以我覺得如果 可能我喜歡的人跟我一起工作 可能會因此而不愛我 所以我覺得我沒辦法 不要一起工作 不行不行不行 有一些問題 陷阱的問題 還是要問一下 我聊那麼多 就想要避開那個 還有陷阱的問題 當然有啊 因為畢竟 現在 五間情非常成功 沒錯 然後五個人都很重要 對 如果硬要選一個人 退出 如果硬要選 我會願意自動退出 但我剛才撇開 就是賺不到錢 還是什麼的 如果說為這個團好的話 因為我一直以來 就是我才 因為一開始我們從四間情到五間情 我從四間情就是開始被很多粉絲 說什麼 怎麼 怎麼小賴的臉 突然來個小賴這樣子 臉的樣子 所以我第一開始被 用臉被選擇 因為其實其他 當時那三個擺起來就是帥嘛 就是帥 那我就長得不是那種主流好看的臉 所以我一開始是 先被臉 被大家說 啊怎麼啊 沒小賴就太棒了 然後後來加一個老君說 啊又是帥的 然後就搞得我很特別 你知道 然後這樣第二個是 其實我的歌路跟其他人真的差太多 對 因為大家可以發現 風格不太一樣 其他人都有FIT 其他人都有合作 就是只有我 沒有辦法跟其他人FIT 我也想 可是你說我的歌加其他人 其他人也不知道我在就是怎麼唱 就是 WELCOME TO MY PARADYS 我覺得可以成零九 對可是 我跟你講他們都是一直覺得 欸小賴一定要跟你FIT了一次 就是他們就有試圖想要加入 那你選曲都選一些沒有要讓別人加入的 而且如果好 假設我今天PARADYS 09 LINE 他願意跟我跳那些舞嗎 就是 其實我的歌其實蠻特別 這樣不要心裡 然後我覺得 可能我想傳達的東西 老實講 因為我去年發生一件事情 去年 我都一直走得還蠻順利 就發了可能抓緊啊那樣兩槍 然後到我發了干我什麼事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或是甚至對五間行來說 算是一個蠻前衛的作品 嗯 因為我大量就是用一些猛男脫衣服 什麼的 然後很多人告訴我說 你不要儲約 有可能會害到五間行 現在的形象 因為我們一開始一直是 偶像團體 你說有人這樣跟你講是不是 有 可是就不是我們自己的人啦 就是有外面的人 有提說有可能 因為其實當時發行發歌 或是我前面甚至自己的作品 都是一個帥氣偶像團體 那如果我今天要跳出去出這種 比較女人的歌 同志舞曲這種的話 有可能我們會被多貼了一個標籤 我真的有因為今天這個建議 我想了一下 但我後來想說 如果真的因為這樣 五間行的粉絲不愛 那我可以退出 其實這個我做起來比較開心 因為這是我原本想做的 結果粉絲愛到不行 沒有 我出了之後我被推了兩三件 我IG被推了兩三件 但是現在MV很多人在點擊啦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粉絲是小孩子 我那時候收到非常多的家長的來信 就是 你說這個MV我們小孩子怎麼看 我也理解因為真的比較裸露 可是我真的收到很多家長的訊息 所以我也理解說 你退我追蹤 我OK 我其實OK 因為這是我原本就有設想到的 所以經過這樣種種的一切 如果你說要一個人要退出 那我會選擇我的 原因是因為我的音樂 本來就不是你們所熟知的偶像男團 帥 對 因為我就是想要表達很多不同的議題 或是想要展現 可能不是大家所喜歡的那個面向的樣子 我當時進演藝圈 我就是想要發一張同志專輯 就是 因為我身邊很多文字朋友都說 你趕快發音你的歌我們才會聽 因為你知道 對 但是我覺得你就是在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剛好也可以幫到這些人去做他們想講的話 對 對 因為我就很怕說 假設我今天 因為可能 我有五堅情身份的形象 然後我開始不去做那些 因為我怕 我 因為做了我可能在五堅情的地位會被影響還是什麼之類 我一開始真的有擔心 所以我不做 但後來我做做做想說 不行欸我在幹嘛 就是好 有了名聲 但我卻沒有要做我原本的事情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說 不行至少 我要用我現在的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就堅持還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對 我很慶幸我有做這個選擇 因為 因為做這些選擇 我覺得讓更多不同的族群或是人 聽到我的東西 或者看到我的音樂 因為像在gay bar會放我的歌 我就覺得欸天啊 驕傲的臉 不是 以前就覺得我一定要歌被放到這裡 就是一個夢想 因為都會放張惠妹啊 蔡惠琳什麼 現在多人會放來演曲的歌 我就覺得超爽 但是好啦 反正不管怎麼樣 都不會成真啦 就只是無聊問問 但我覺得這次無聊問問 也是讓大家知道說 他們彼此之間感情有多麼的好才 可以去開這種玩笑 但是最主要還是 是你們在高雄小巨蛋 要為了這一次的表演 聽說花了更多錢 對啊 有到賠本嗎 幹嘛嘴爛 我們應該是說 也不能說賠本啦 應該是說 沒賺到錢 但是就是願意砸下這些心血 其實我們是說值得 原因是因為 你該不會請了600個dancer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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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那麼大的舞台 60 沒有啦沒有啦 20啦 20 沒有應該是說 因為這其實是我們的里程碑 因為其實一開始 我們在組團的時候 我們真的壓根沒有覺得 我們是認真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 我們一組四間請真的是打鬧的 因為我們也沒有 我們隸屬於五個不同的公司 其實很難去整合 很難很難 真的 五個經紀人誰是主 因為我一直以為可能五個人會有人主爭奪 什麼誰的經紀人說 我負責你們五間請的都找我們窗口 沒有我們真的沒有 我們真的是五個誰接到誰就去拍 一開始都是說 隨便隨便 然後越出越認真 然後就是 欸 龍大王開玩笑說 那我們站上巨蛋大概有多好 欸真的 然後就站上去 高雄巨蛋真的深情到了 然後所以我們一直說 就算他賠錢 我們也心甘情願 因為這是對我們來說是 我們五個人的里程碑 因為其實去年早該犯了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一直延到今年 二月 那現在準備得怎麼樣 練團中 沒有你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有點結霸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去年本來 設定好的歌單 因為拖了快半年 改囉 全改 因為這半年你知道 大家可能疫情太無聊 產量很大 猛出一些新作品 所以我們本來要唱的歌 全部都換新的 甚至有一些歌 根本還沒發表 OK 就是根本沒發表 所以你們可能只能在巨蛋上 聽到第一次演唱 所以我們在練那些歌 其實真的很陌生 所以在練團 其實蠻多狀況 就是我們可能還不熟啊 或是怎麼樣把這個東西 弄得更好 因為連MV都沒有 還在整合當中 那你自己個人Solo的 會有一些爆點嗎 可以稍微透露一點點 讓大家知道 我只能說 我的這一part 應該會是最棒 沒有你想 你想其他人的歌 冷靜到不行 只有我會唱跳 OK 就是你們要去廁所 你們別人的part 去廁所 我真怕你們就給我讚 小賴在史上最敢講 好啦 反正因為 跟小賴真的太好了 然後因為小賴在圈內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對 然後其實我覺得你就是 開心做自己就好 但是 你是不是忘記你今天來 還沒有好好的宣傳你的 就是上架時間 還是不用宣傳了 要要要要 還是要宣傳 最近發行的這首Perfect Cloud 然後已經在1月14號 MV跟各大數位平台 都已經上架囉 然後 希望大家都多下載 要多看這個MV 然後 12月底 去年12月底 也發行了 WELCOME TO MY PARADISE 然後緊接著呢 應該馬不停蹄的 還會有兩首歌 會陸續的跟大家見面 之後小賴的新的作品 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我覺得 在2022年 你應該會有更多 不一樣的表現 然後我覺得 你一定要好好的喜歡自己 然後 做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再次感謝小賴 謝謝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唱歌 眼淚啊 不曾划過你臉龐 笑容啊 一直過在你臉上 想要著每一個微笑 是因為你綻放 畫上最好的武裝 紅色鼻子 紅色鼻子 紅色嘴巴 要最誇張的晚上花 強硬嘴角 才能隱藏 一點破綻 都沒有得假裝 你不應該有權利 而為何悲傷 從現在這根管 全部都要 shut down 他們說的 笑的不許辨別真假 知道嗎 No more fake it No more smiling with no heart 完美不是最美的模樣 哈囉 Cbook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小賴賴燕君 歡迎大家來追蹤 Cbook